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年一年要祝福大家扭转乾坤 事事如意 新闻一开始要先来提醒您 国道三号龙潭大西交流道 将实施北上路口匝道高层载管制 国一号平正交流道南下匝道 将会封闭三天 请民众出门前要先查询好路况 避免塞车之苦 春节廉价来临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执法不打烊 将会加强酒驾取缔 同时提醒大家 二月十四号到十五号 国道三号龙潭大西交流道 将实施北上入口扎道高层载管制 二月十二号到十四号 国道一号平正交流道南下扎道 将会封闭三天 今年的春节输运措施 以往也不同的是 在国道三号大西龙潭的北上路段 实施高层载管制 那也提醒各位朋友 所谓高层载管制是三年以上 才能够上国道 那在平正系统国道一号南下 会实施扎道封闭 那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在出门前应该查询各项的交通资讯 或利用桃园轻收购 高速公路1968APP查询 另外针对巴德交通 因应现在介绍路沿线 都在试作绿线解决工程 巴德分局提醒大家 改由替代道路行驶 避免塞车 桃园市警局呼吁民众出游前可利用桃园轻送购 高速公路1968等查询道路状况 避开拥塞路段 春节期间执法强度补松 谢请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 危及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透过大数据 分析春节交通的特性 并针对航空道路 双铁等公共运输 在桃园轻松购的APP上进行统整 让民众查询各大景点的交通资讯 更为方便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许多民众都会前往桃园市的各大景点旅游 不过在旅游的过程中 您是否有遇过赛车的窘境呢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为了方便民众一览交通情形 因此也特别在桃园轻松购APP 整合相关资讯 这个桃园轻松购呢 都可以在所有的一些平台 进行下载 那下载以后呢 里面其实有包含空运 机场航班的一个班次 那还有高铁台铁的相关班次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呢 也针对相关的道路啊 快速道路 高速公路 以及市区的道路的一个 道路的一个服务水准状况 都可以提供民众来做一个查询 那另外呢 我们也针对本市的一些公车路线 还有计人车相关的 还有停车场的一些资讯 都可以在这个APP呢 去做一个查询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透过运用大数据分析 春节交通特性 并针对航空 道路 双铁等公共运输 于桃园轻松购APP上进行通证 不仅要提供民众春节交通资讯 另外交通局为了因应农利春节 因此也特别说明交通措施 本市呢 这边也针对 春节期间的一些措施呢 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那例如呢 在计人车的一个票价的部分呢 除了计定核定的一个票价之外呢 在春节期间 2月7号到10号 那一般呢 在一趟呢 就会加收50元 那另外呢 机场的部分呢 则一趟加收100元 那另外呢 在2月10号到16号的一些 桃园市的路边停车阁 包括路边收费的部分呢 都是暂停收费 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 将从2月10号至2月16号 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也将针对计程车 以及停车格收费进行调整 另外交通局 在各大景点周边 也将进行交通管制 欢迎民众多利用 桃园轻松购APP进行查询 借此避免塞车窘境 记者文字军谈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卢竹警分局 在年节前到当地市场 向民众进行交通和房窃宣导 并制赠防疫红包 希望民众在新的一年都能平安健康 沿街江至桃园卢竹区警分局 在9号上午 来到附近的菜市场 向台湾与民众 宣导春节交通管制 和反诈骗知识 并制赠防疫红包 祝福大家春节愉快 那这个时间呢 也是我们警察在加强重要节日 安全维护工作的重点时候 那我们在治安的方面 我们会加强防窃防扒 防炸以及金融机构的安全 那另外在交通的方面 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我们也会做好交通顺畅 让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 由于疫情人未平息 这次警局也特别准备包藏口罩的红包 提醒民众春节时 仍要做好自主防疫 当然现在的疫情仍然严峻 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外出到公共场所 一定要戴上口罩 做好防护的措施 那另外我们的卢族分局呢 一定会把我们警察工作做好 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 平平安安的 外出快快乐乐的过年 谢谢谢谢 第一次看到人民保姆 来市场发红包 民众们都纷纷上前索取 并感谢警察一年来 辛苦的付出 期盼新的一年 治安能平稳 交通能顺心 疫情照得住 让民众安心 另外位在卢族区的 坑子溪休闲农场区 早年种植大量的樱花树 加上今年天气较冷 因此农区内遍布盛开的樱花 欢迎民众趁着春节假期 一起来探索 坑子溪的樱花秘境 金樱有一个特性 它刚出来的时候 花的中心点会很红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您有准备要前往哪里旅游吗 位在卢族区的坑子溪休闲农业区内 宽广的茶园景观 不仅让人感到心旷神疑 同时一旁盛开的三樱花 也让来到休闲农业区有玩的民众直呼很漂亮 这边的樱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樱花 它似乎台北市很少见到 这是我见到非常茂密 而且非常漂亮的一株 这边的环境很美 就是我觉得很棒 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让人觉得很放松 樱花很好拍 这一棵太棒了 这一棵真的超美的 很好拍 这个地方很美 来了有绿意有樱花 开了很多照 然后我们也认识了樱花 走进坑子溪休闲农业区 美丽的樱花让来旅游的民众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坑子溪休闲农业区早年种植了三樱花 合金樱等不同种类的樱花 而因为今年天气叫忍 因此也让坑子溪周边的樱花 开得特别茂密 我们这边的花总共有四五种 第一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合金樱 它比较适合种边坡 因为它生长一米半以后 它就分岔了 所以人会撞到 所以我都种在山坡地 因为之前就是准备做一些水保 种草 后来上面再种一些树 我就选择了樱花 这个就比较适合的 今年刚好樱花 有山坡的含有 促进它的花爆率比较高 所以今年园区的花都开得还蛮漂亮的 这边有合金樱 有山樱花 富士樱 极野樱 还有寒樱 总共有超过五种的花 所以最近都慢慢 一直陆续的盛开 欣赏美丽的樱花 不用出国来到坑子溪休闲农业区 就可以看得到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无法出国赏樱 不过桃园市内仍有许多隐藏的赏银景点 等待您的发掘 欢迎民众趁着春节假期 一起寻找美丽的樱花 记者王中军谈不到 由于非法的机上和业者窃取正版内容播送 严重影响到正常市场的运作 检警单位缤纷多入 在新北 桃园 台中市等18个地方 扫荡非法OTT机上和业者 成果丰硕 警方发现 非法的机上和业者为了逃避追查 另外还成立了非法APP专属网站 来指引用户安装机上和 收看非法影片 这样已经违反到著作权法的规定 经过估算 本次查记行动成果 遭到侵权价值超过新台币10亿元以上 警方发现到犯罪集团 透过网路四伏主机 破解了各大电视台的合法讯号 再透过网路传输到非法机上和 让消费者来收拾 已经侵害到国内外许多知名电视台的 智慧财产权 严重影响市场运作 另外警方也强调 这些非法机上和大多是大陆制造 在台湾贩售 可能会变成资安漏洞 成为骇客入侵 或是网路攻击的跳板 因此警方也特别呼吁 从事贩售违法机上和 跟架设窃取讯号的机防 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妨碍电脑使用罪 著作权法重置公开播送等等 法网恢恢恢恕不漏 千万不要以身示法 而民众方面呢 也不要因为贪小便宜来购买非法机上和 这样一来 你的个资可能就会被外泄得不偿失 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市议员蔡永芳 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大家牛年吉祥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巴德分局分局长陈百露 过去一年巴德分局全体同仁上下一心 共同为巴德地区的治安及交通打拼 新的一年我们仍将再接再厉 持续精进各项作为 让民众生活更加平安 春节期间 本分局除加强辖内治安交通工作外 也提供民众举家外出 安全维护及护操服务 巴德分局再次提醒乡亲 参加参会 切勿酒后驾车 最后请向各位乡亲 先拜个年 祝各位乡亲牛年行大运 和府平安健康 各位我们桃园的乡亲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黄婉如 黄婉如在此向大家赫年 在新的一年当中 祝福大家 好运当头 扭转乾坤 捍卫大家的健康 来猪不要来 服务心 关怀情 宛如永远与您同行 有事 没事 大事 小事 让我们共同努力 您的小事就是宛如的大事 让我们共同监督市政 你来说 我来做 正义 勇敢 活力 宛如永远与您在一起 新的一年宛如祝福大家 新春快乐 牛年行大运 我是市议员黄婉如 黄婉如在此祝福大家 新春快乐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李嘉欣 在此祝福大家 牛转乾坤浮满来 金牛运财旺旺来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过年的时候 大家多来庙里拜拜 也希望大家要戴口罩 一定要勤洗手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